我在大学教学教了二十多年 碰了无数的学生 也碰到很多社会人士 来选修我们的在职专班的课程 不管是大学毕业生 不管是社会人士 经常聊起什么呢 都聊起在工作上 碰到很多的困扰 除了人的困扰之外 另外就是观念上的不足的困扰 比方说在银行 在保险业 他们觉得这些行业 日新月异 有非常多的观念 是必须掌握的 可是因为平时工作太忙碌 难以掌握这些重要的观念 当然也有更多的人士 希望在事业上有所成长 他们不希望一辈子 待在一个位置 所以希望能够有所提升 能够被上市赏市 能够被公司所重用 那您如果在专业上有困扰 您如果在事业上希望能够进一步 有所成长的话 而又对金融服务这个行业有所兴趣 那建议您来上空大的金融服务行销 这门课将会介绍非常重要的 金融服务的观念 以及带您进入到食物界的这个世界里头 让你去领略这里头的奥妙 那如果你上了这门课 我们相信您以后在金融服务的这个领域 将有进步的亮丽的表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